字幕提供 大家好我是Hero 你今天裝修了嗎 今天我們的物件是一個40年老宅 室內坪數24坪左右 想聽前後陽台還有一個衛浴 那整個格局非常的漂亮 而我們的屋主是一對年輕的夫妻 還有一個剛出生的小寶貝 女屋主是一個家庭主婦 平常沒事的時候 他就很喜歡去逛無印良品 所以希望我們幫他打造一個 無印封的家 好在老師我有在日本待過幾年 就讓我們看一下我們怎麼打造他的家吧 而我們舊友的客廳啊 過大其實沒有好好的利用空間很浪費 他的前陽台以前只有一個通風門 那採框比較不好又裝上霧面的玻璃 所以我新增了一個落地窗 整個視野跟空間還有通風性會變得比較好 那我先介紹一下陽台的空間 陽台我把以前舊友的扶手給拆掉 裝上鐵件 然後之前有一個網友有說 如果我裝上鐵件是不是會割人 其實不會 我請師傅在這個邊角的部分啊 有打磨跟導緣 所以其實他是完全不會割人的 然後再靠上這個白色的漆面 然後牆壁也其實很白色的 還有重點是這個六角磚 其實這六角磚很便宜 我們這個鵝卵石跟六角磚啊 我們是上網買的 其實這樣弄起來 自己DIY鋪起來大概是六千塊 那我們之前啊 有拍攝一個陽台改造的影片 可以回去點閱一下 裡面都有教大家怎麼DIY 那我們去看一下書房吧 我們的男主人啊 他是一個年輕的一個小舅 所以他白天的時候都在公司 晚上下班的時候 他常常會把一些工作 還是帶回來家裡面做 所以他有跟我講說 需要一個書房 大家還記得嗎 我們之前客廳很大 空間非常的浪費 所以我在客廳的後半部 我隔了一個書房 在書房跟客廳的中間這道牆壁 我有開一個玻璃的櫥窗 可以增加整個空間的穿透感 那我們看一下客廳 那因為我們的家族成員 只有三個人 所以我們不需要過大的空間 這裡啊 容納三個人甚至四個人 其實都很綽綽有餘 就算是一個小家庭啊 24坪有這樣的空間 其實很棒 那我們來看一下房子的後半部吧 以前這裡是一個房間 然後旁邊是一個走道 所以走道變得很狹小 也很昏暗 於是我就把房間給拆掉 後面的廚房啊 移到前面來 連接餐廳跟客廳 讓整個空間放大 採光也比較明亮 週末的時候 家人待家裡啊 會有更多的互動 然後情感連結會更加深 起居室我就把它設定在書房的同一側 讓整個空間感會變得比較整體 好我現在帶大家看一下房間 大家不要以為24坪隔成三個房間 房間會很狹小 你看這裡還可以擺上一個雙人床 後面還可以擺一個置物架 這裡再擺一個衣櫃 都綽綽有餘 我們來看一下軟裝的部分 這都是我們請軟裝師幫我們做擺設的 其實很漂亮 大家可以上他的粉絲團去追蹤一下 他也是我們配了很久的軟裝師 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追蹤他 那我們現在來看另外一間 不要懷疑一樣是雙人床 真怕有開一個窗 增加裡面通風感 那這裡也是我們擺上一些小的裝飾品成板 然後可以放一些芳香的啊 一些小的裝飾品 那這裡有個小台燈 這裡的空間其實都還很夠放其他的東西 那我們看一下後面 因為我們的餐廳跟廁所其實它是很緊連的 所以我在餐桌後面有做了一個格柵 那格柵中間我裝上了一個長紅玻璃 長紅玻璃它其實還是有採光的作用 多了這個格柵 會讓人家覺得後面還有一個空間感 所以它可以把空間給做區隔 我們看一下後面的廁所 以前廁所很小 它是有淋浴間馬桶跟洗手台 那我把洗手台給移到外面去 這裡就可以做一個乾絲分離 隔上一個玻璃其實這空間都很大 你看雙手張起來它還OK 所以這面牆我們做了一個主牆 貼上水磨石 整個就變得比較可愛一點 那看一下外面的洗手台 其實我們之前有設計過很多洗手台在外面 為了就是要彌補廁所空間狹小的不足 利用在整個狹小空間裡面做一個變化 那這也是一個趨勢 最後我幫大家整理三個重點 我利用格局的變更 創造出更多的互動空間 第二我讓陽台變得不只是曬衣空間而已 第三我把廁所洗手台移到外面來 讓裡面的淋浴空間放大 最後我再教大家一個小技巧 很多人會在外面的陽台鋪上南方松做造景 那其實費用都很高 你可以鋪上耳軟石還有六角磚 可以讓你一秒身在京都的咖啡廳 連機票都不用買了 喜歡我們的節目嗎 還想看更多居家設計改造的內容嗎 歡迎在下方留言區留言 記得要訂閱 按讚 分享 開啟小鈴鐺 我是金碧小編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 最頂級的豪車試駕 Stop getting moving I don't move 最熱門的新車常鮮 最實用的空間展示 每週一週五晚間九點 別忘了YT搜索中天車想家 每週三頭中到12點 豬豬哥來聊車陪你一起來直播 更別忘了幫我們按讚 點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 中天財經頻道與情同行 連種會超音升級抗通膨 美國他們的通膨已經開始下降 對不對 所以有很多人都講說 這個通膨的問題解決了呀 已經結束了對不對 最壞的情況已經過去了 至少減緩了 對 所以股市應該不會更壞 可是我的問題是 通膨的危機大概上 大致上已經大概解除了 三分之一或者是五分之一了 可是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經濟經濟衰退的問題 現在才剛剛開始 而且是全球性 施工底加啦 分析師林永年 不藏私 投資心法手把手 交力把小錢變大錢 請鎖定每週晚間八點 中天財經頻道 全球政經中爆2月中榜登場 知名經濟學家 劉美學者 國內智庫專家 對您聚焦全球大勢 這一次跟避險基金對作 所以讓他們大陪 關注美中台關係 大陸的軍事力量 要開始突破美國的封鎖 地方或是民眾不同意 美豬或萊豬的進口 其實是增加了政府的談判籌 掌握世界整理經濟趨勢 我比較擔心的是 大陸跟美國 他們所採取的兩個政策 就先要處理日本 核實的問題對不對 你核實不處理的話 日本絕對不會把同意要跟我們談 每週六日晚上六點正式上線 新總統級的頂級食材 秘製獨家配方 以十多道嚴謹的工序 將嚴選的大干貝 珍珠包 石斑魚費力入獎 上快點購的網站來訂購 就擁有五星級的食材 同時還有推薦代碼 CTI999 就能夠享優惠 給大家總統級的享受